最后的决战将会在逸臣和胡怡当中举行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今晚的助唱嘉宾 让我们掌声欢迎赵永华 大家好 梓轩好 你好 好远啊 对 他努力跳上来 谢谢 欢迎永华姐 你好 哇哦 就每次看到永华姐 我们都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浪漫 这个当然是跟我们永华姐的作品很有关系 我天生就是一个蛮浪漫的人 是 那你觉得我们这个舞台上有浪漫的音子吗 有 比方说 像这个灯光像流水一样 其实旁边像那个我们置身在海底世界 有气泡的感觉 是是是 所以这是一个音乐的海洋 我们在当中畅扬对不对 对 哇哦 就这么一唱 大家就摆合了 说得好 谢谢 希望我们所有来到舞台上唱歌的歌手 都像快乐的鱼儿一样游来游去 对 我一直觉得唱歌是老天给每个人最好的天赋 是 不管你是来比赛也好 或是专业歌手也好 或甚至你自己在家里洗手间唱歌也好 只要是能够会唱歌 让自己开心 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浪漫的事情 好的 那么接下来 马上要开始这件幸福和浪漫的事情 待会在比拼的过程当中 永华姐会带领两位歌手 同时演绎一首歌对吗 是 好的 在这首歌的进行过程当中 大家不光是配合的关系 还有彼此竞争和角力的关系 好紧张啊 是 放松一下 这是很幸福浪漫的过程哦 好的 我会尽量让他们觉得幸福浪漫 好的 那这首歌的名字叫 《相见泰丸》 《相见泰丸》 掌声欢迎 如果向前不回台湾 我们就不会悲伤 和你堂堂的手牵手 过得好简单 若我有天不见了 或许你会比较快乐 虽然你会比较快乐 虽然有万般舍不得 也不愿看你难割舍 若我有天不在了 请你原谅我的困扰 虽然你给我的不算少 只是我没服气要 就算是完美 就算是完美 怎么牵托都不对 不忍看你那么辛苦 我所能为你做的 只有默默的 祝你幸福 如果相见不会太晚 我们就不会悲伤 和你幸福 和你堂堂的手牵手 和你堂堂的手牵手 心里不会悠悲 如果相见不会太晚 我们就不会遗憾 快快快乐了的 不会纠缠 过得好简单 快快乐了的 不会纠缠 过得好简单 不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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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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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的画面 其实真的很浪漫 真的吗 其实我也是头一次 有被挑战到 因为我们来当嘉宾 也不知道现场到最后 会给我什么的考题 走高 是 然后也是头一次 可以跟男生女生 转换不同的Key来对唱 感觉还蛮幸福蛮妙的 对 谢谢 希望你会喜欢 谢谢永黄老师 那我们待会要有一个颁奖的典礼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的 谢谢 谢谢 我们接下来 今晚学年马上就要揭晓 黄色的按钮代表一成 蓝色的按钮代表胡怡 今晚最后一次投票 现在 开始 我特别明白大家的纠结 舞台上的两位歌手 一定在场下 都有自己忠实的拥顿 但是到了最后 谁能够成为今晚的王者 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因为之前 两位还要做出一个选择 是即刻离开 还是坚持到底 两位请随我向前一步 我们看到箱子当中 梦想保底基金 已经达到了五千元 一会儿的选择过程当中 如果你选择即刻离开 五千元可以带走 如果你选择坚持到底 如果到了最后 票数揭晓时 你的票数较低的话 对不起 空手离开 两位都明白 好 在选择之前 我们可以先进行抽查 101位大众评审 抽一位 一程 23号 23号 他选择的是蓝色 也就是胡怡 这一票属于胡怡 OK 胡怡 你选择的是 9号 9号 OK 9号 选择的依然是胡怡 胡怡目前达到了两票 一程到你了 是即刻离开还是坚持到底 我还是觉得既然来到这舞台上 可以比到这么后面 我决定还是要坚持到底 好的 谢谢 那么接下来 胡怡 坚持到底 既然两位都选择坚持到底 那么 五千元梦想保底基金 与二位无关 请退下 安护老师 刚刚您这一票属于谁 我相信今天跟张黄老师同台唱一首歌 两位选手真的是受一位危险 胡怡不用多说 唱功非常了得 这首歌里面 一程好像承担责任 还比胡怡要多一点 因为他要承担 两位女生的合音的部分 而且又不分 在转音的部分 他又高出很多 但是这个丝毫没有影响到 他的从容 所以 这一票 我会投给 一程 谢谢老师 目前 揭晓的三票当中 有两票属于胡怡 有一票属于议程 最终的结果到底这是怎样 这是今晚最大的悬念 今晚 一唱百贺 冠军究竟是谁 答案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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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活动